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赵丽颖主演的电视剧《大全》 1.陆珍传奇,由赵丽颖、陈晓、乔任良、杨蓉主演的古装历史大剧 讲述陆珍从官商大小姐一路逆袭成为一代女乡,并与汉城帝高占相恋,并携手打造中土第一强国的故事 这部剧是赵丽颖出道后演的第一部大女主影视剧,制作精良,故事曲折,非常有看点 也因为这部剧赵丽颖被更多的人熟知 2.追于传奇,该剧根据明代传奇小说《于兰记》改编,讲述了书生张珍和李渔、金红灵的凄美爱情故事 3.错点鸳鸯,讲述了北宋末年,苏家与石家均为一南一北两的剧商 4.苏家想用嫁女儿的方式来牵制住石家,被选中的性格柔弱的苏幻儿不愿受百步逃跑而坠崖 5.杨逸柳被安排代嫁,并替父亲苏光平收集情报 5.从而卷进了一场交织着血仇的豪门安怨 4.妻子的秘密,刘凯威,赵丽颖,丁子俊,关志斌,王志,王亦菲等主演的现代都市家庭情感剧 5.该剧讲述了分别身为江世江,离两大企业继承人的青梅竹马江百合和黎明朗的爱情故事 5.珊珊来了,由赵丽颖,张翰,黄又明,李成元主演的现代偶像剧 5.讲述职场小白,因为给大老板妹妹献血奖励吃猪肝,吃出来的甜宠剧集,当时的火爆程度占据各大卫视榜首 6.花千谷,由赵丽颖,霍剑化,张丹丰,马可领贤主演 5.讲述花千谷为找人前往长流山学艺,与师傅白子化产生情愫,而导致的情感纠葛 6.也是因为这部剧史本来就已经名声大造的赵丽颖更上一层楼,直接齐身于一线明星行列 7.加油吧实习生,赵丽颖,郑凯领贤主演的都市职场情感 6.该剧讲述了宋暖,张胜等几名大学毕业生出入职场,在经历数次职场考验后,获得自我成长和甜蜜爱情的精彩故事 8.属山战绩,赵丽颖,陈伟霆,吴奇隆,叶祖心等领贤主演 该剧主要讲述明末期间,武林以属山剑派为天下正道之首,正邪两派展开江湖纷争的故事 9.吉祥天宝,金启范,朱紫霄,赵丽颖,陈玉林领贤主演 该剧讲述了在明朝天启年间,见兴王爷的两个儿子天宝,天祥与杨若南,孟小蝶四人之间的情感故事 10.老九门,搭档陈伟霆,张一星主演的盗墓悬疑剧作 赵丽颖在其中饰演心悦饭店,大小姐尹心悦,对张大佛夜一见钟情,聪明睿智,有情有义,就张大佛夜于危难之中,在里面机灵可爱,赵丽颖增说把尹心悦自己都蒙到了 11.青云志,由赵丽颖,李一峰,杨子,陈毅领贤主演 讲述鬼王宗宗主的女儿碧瑶与青云门张小凡相恋,并与张小凡师兄弟们,一路斩腰除魔,互帮互助成长的故事 12.胭脂,由赵丽颖,陆毅,陶欣然,袁文康领贤主演的民国抗战剧 赵丽颖饰演的蓝颜之极剧特工天赋,冰雪聪明,耳力极佳,误打误撞认识了三重间谍周宇浩 两人一同奋战维护国家大义 13.楚桥传,由赵丽颖,林更新,窦霄,李沁领贤主演 赵丽颖演绎诗艺女特工楚桥,协助燕巡建立新政权关于守护,背叛,信仰和爱情的女性励志传奇古装剧 14.你和我的清晨时光,赵丽颖,金汉,于浩明,孟瑞,林元,张俊宁,刘凡飞领贤主演的都市情感商战剧 该剧改编自丁默的同名小说,讲述了都市白领领,浅谢后温达集团总裁立志诚 两人互相扶持,共同成长,并在过程中相识,相知,相爱的故事 15.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围绕北宋宦冠家庭的少女圣明兰赵丽颖是成长,爱情,婚姻展开描述 一个规格少女成为后门主母的立志传奇故事 女孩们的心思,后宅的冲突,人物设定,情节铺陈可以说是很巧妙了 让人越看越上头 16.由匪游赵丽颖,王一博,张慧文,陈若轩领衔主演 讲的是一代女侠周断刀,与前朝唱小曲的爹,匡扶正义,除强扶弱的成长故事 17.理想照耀中国,王凯,王晋松,晋东等主演 该剧以革命时期,建设时期,改革时期,复兴时期四个阶段的四十组人物和闪光故事 记录中国共产党诞生一百年以来团结带领人民 高情理想和信仰的聚火,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 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梦,不惜奋斗的动人征程 理想照耀中国之希望的田野,以雷金玉为人物原形 讲述走出大山的奢族女孩雷金玉,因对亲人和家乡的眷恋 最终放弃大城市优越的生活工作条件,毅然返乡,带领贫困落后的村子 走上闽东特色脱贫路的故事 18.谁是凶手,赵丽颖,校央,董子剑领贤主演的《雪原移行真罪案》网剧 该剧讲述了一起发生在海州市的连环凶案 在真相尘封了17年之后,与这宗玄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人们 在各自不可告人的秘密中,一起等待真相浮出水面的故事 19.幸福到万家,赵丽颖,刘薇,唐增领贤主演,罗晋特邀出演,曹征,张可颖,张喜钱,池鹏,林思义,刘衍晨,钱杰,马新墨,宋元甫,新鹏主演, 冯雷特别出演,王志飞,宋嘉伦,陈维友情出演的当代农村剧 《雨凤行》还没上映就已经有追随者了,拉木杨子的问题太大了 林更新与赵丽颖合作 那些以杨子漂亮的外表而解雇赵丽颖和林更新的人,无疑会后悔自己的决定 尽管这部剧的演员阵容,委婉地说,有点令人困惑 不仅指美杨子饰演赵丽颖的《情敌美2》,年仅31岁的宣露饰演赵丽颖的妈妈 然而,一部剧的成败,只取决于其中一个配角 一小部分,但更重要的是主要演员和剧本 林更新和赵丽颖的演技无需赘述 看看有多少人在期待于文乐的钓鱼,就可以知道网络社区对他们的欣赏程度 此外,赵丽颖已经完成了武术的初步训练,可以看到她在飞红的流苏中坐立不安 风声如虎啸 讨论完演员后,让我们来看看剧本 《九路飞翔》的长篇小说与凤行成为同名电影的灵感来源 不看小说的社交圈的人可能不熟悉这个名字 但在网络领域,她和杨子赵丽颖不相上下 尤其是在过去的两年里,随着她的每一部戏都被轮流改编 圈子的地位越来越高 比如,迪丽热巴任加伦的《与君初相识》就是改编自她很久以前的《玉交记》 另外,杨超越和丁雨昕的《七十吉祥》也是改编自她的小说 这一点也不为过 据说这个人是互联网界的知名人物 最重要的是,与凤行剧组邀请她亲自改编 消除了原作中的一些矛盾 毕竟,没有一个编剧比当初写她的人更喜欢她的小说 也许改编版甚至会超过原著 精彩的 这一点可以参考任加伦的周生如故 杨子和李线的《亲爱的热爱的》都是改编自原作者的 而且,电视剧比原著更精彩 让人一听就感慨万千 如果您还没有听说过 我将与您分享一些更令人震惊的信息 幸运的是,赵丽颖担当了制片人的角色 否则,不仅林更新会被杨爵取代 就连与凤行也会成为下一个储桥船 其实在看完剧本之后 导演的初衷就是知请赵丽颖来演主角成立这个角色 除了赵丽颖 娱乐圈根本无法对这位实力派女星施加任何形式的控制 但让导演没想到的是 赵丽颖虽然对剧本有很强的亲和力 却不愿意给他认可 答应不 可能是赵丽颖被导演的诚意打动了 后来又解释了自己不情愿的原因 敬查,这起事故的始作俑者是楚桥船和尤斐 导演听了这话 立刻向自己保证 在他的剧组里 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被认为是杂像 剧本中的一些不准确之处 导致赵丽颖不再有年轻女子的模样 这是不幸的 他向导演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其中之一就是允许他担任制片人 并对剧本拥有完全的编辑控制权 能打败赵丽颖 导演不可能有别的意见吧 最后要考虑的是赵丽颖是否熟悉其他演员 得知拉木杨子将出演二号美人一角 而且导演暗示他不能换角色 他立马提议让林更新来出演 男主的角色 一是弥补粉丝的遗憾 尽管与文乐无法移除 但他有能力直接让自己成为唯一的神 另一个是辅助朋友 剧组顿时明白了林更新和赵丽颖组合的性质 一听就达成了共识 可惜剧组一公布消息 网上就以林更新太重飞不起来为由 叫嚣着让赵丽颖尽快接替林更新 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还有比林更新不能飞更糟糕的事情 林更新和赵丽颖因为储桥传中的宇文乐这个角色还没有被抓获 所以一直在骚扰粉丝 没错 林更新和赵丽颖的第二部剧与奉行 就为一个壁故事画上了一个恰如其分的结局 赵丽颖饰演的陈丽这个角色 是妖界的大将 也以萨爽的态度折衬 她的胎记是一颗珍珠 因此的名仓必亡 陈丽被要求嫁给天帝的孙子芙蓉君 算是两族的联姻 可惜魔戒终究不是仙界 这才被看成是两个种族的联姻 但芙蓉君是家喻户晓的草包 女主陈丽不愿从婚姻中逃脱 不幸的是 在试图逃离婚姻的过程中 她受了伤 跌落到了下面的世界 她被当作猎物出售 但幸运的是 死者看到了她并购买了她 在那之后 他们开始为此争论不休 女主陈丽也渐渐爱上了星芝 法力也逐渐恢复 不过 在她的法力再逐渐恢复的同时 她也害怕魔戒会来找她 所以 她只能离开男主 临走前 她向男主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但妖界却先是发现了她 阻止她逃跑 最终 陈丽用神通救了男主 却被她囚禁了起来 也是在这个时候 行芝去世 回到了天堂 她在一场战斗中目睹了行芝化为神明 之后两人便开始写乐恋剧本 行芝说 她是天上唯一的神 无法对任何人产生感情 陈丽是魔戒的将领 自然明白她在做什么 不过 因为当时她的心不在她的掌控之中 所以这段时间两人又是甜蜜又是互相辱骂 人们仍然会选择安然无恙 然而 在第一次大战中 陈丽不仅战败处死 还被制成了封印 用来封印魔戒 男主星芝终于怒了 用尽神力毁灭了整个妖界 电影结束时 只剩下陈丽一个人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